钢琴博士李康荣 丹黄管老师王国林 花乐籍文创艺术总监赖慧文校长 宇章志宇 林云婷等多位北北基杰出音乐家 12月16号晚上7点半 将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登场 以家为主题演奏多首动人曲目 很开心 睽违了将近六年 有这样的机会回到基隆来表演 这一次受基隆市文化局的邀请 很多杰出的音乐家 里头有包含李康隆博士 他目前是福人大学音乐博士 同时还有王国林 丹黄管演奏家 也是从凡尔三音乐院回来的 以及张志宇 张志宇是从法国 格拉兹音乐院 也是法国目前第三等高 巴黎高等音乐院 还有林云婷等等知名的音乐家 除了钢琴 蓝色钢琴狂响曲 是选自于美国盖西文的作品以外 还有长笛的演出 这场音乐会将由张志宇高职管乐交响乐团 演出几首动人的曲子 包含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冰雪奇缘 当然我们这次也邀请到新北市的校长的 沙士风乐团 文人沙士风乐团 由新北市的校长所组成的 里头也会演奏几个经典的曲目 包含赛马 基隆市有非常多的艺术家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 基隆艺术家回娘家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吸引更多更多的基隆在地的艺术家 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来 这场音乐会也邀请到音乐比赛特优常盛军 装进音乐科交响管乐团 将美感教育融入艺术素养 引领大众实践生活美学 欢迎有客的朋友 一块来感受这些基隆子弟 追求音乐梦想的勇气与毅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